夫子之道 節成先師孔子十五歲立志求學,三十而立, 每十年有更深一層的躁藝,到七十歲,從心所欲不如舉, 聖人的境界已經登峰躁極,後世學者讀論語, 讀到孔子字最不十有五而之於學者一張時, 除仰慕孔聖人的成就外,最要緊的就是要探求孔子的求學方法, 得到孔子的求學方法,此能有效的學孔子,孔子求學方法, 可由他的四句話規其大概,論語術而偏,指若, 物而識之,學而不厭,婦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這四句話含義非常心,要切實的用功夫才能領回, 現在只能研究其文字上的意義。 物而識之的物識意志,簡言之,物是無師無為,直言不動, 識讀字音,即是明明白白,記之不忘,孔子為學, 志在大道,道非言與思為所能明了,故須以脈來契合, 但子脈契,不免於夫直,故有必須識之, 識則顯其靈活,中容說,道也者,不可須如來也,果然即脈即識, 動靜一體,全心是道,即是不須如來, 這四修道的要決。學而不厭是求學而不厭促, 普通人求某種學問,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有滿足之感, 孔子不言,他了解世間學問無窮, 每一種學問皆有無窮的意韻,所以愈求愈感不足, 且以物質而論,現在科學家們研究物質基本結構, 不斷發現新的分子,雖然愈發現愈細微, 但愈未得到真正的結論,主要原因就是 不能把物質與心靈融為一體, 孔子未嘗把心與物視為兩不相干, 他在周二係持傳屢說,天下同歸而樹途,一枝而百類, 在他看來,一切有形無形的事物都可通達形而上的大道, 一切學問都能以度貫通,因此愈學則眼駕愈開, 眼駕愈開則愈能見學無止境,如見學無止境, 則愈能發奮忘食,樂以忘憂, 忠於對世間事物無不徹底明白, 而能清清楚楚的解釋。 婦人不倦不是教人普通學問, 孔子學而不厭技是學道, 則所教人的當然也是道, 孔子學道發奮忘食,樂以忘憂, 以道教人,當然也是樂是,樂則不疲, 所以婦人不倦,顏子曾經為嘆夫子循循然善友人, 博我以問,若我以禮, 以自使其學習興趣有欲霸不能之誓, 論語先進篇,柴也如,參也老,師也癖,有也言, 但這些弟子經孔子教化都成了大言人, 從這些事實都可以看出孔子婦人不倦的精神。 不倦不厭,互為助益, 唯有學而不厭,教人才能教得好, 唯有婦人不倦,自學才能進步快, 學不厭,悔不倦,同時並盡, 便是乘幾乘物同時實行, 但假設有人問,是誰學而不厭, 是誰婦人不倦, 再假設孔子回答,是我,那就有問題了, 論語自刊篇,指絕四,無意, 無逼,無故,無我, 那無我應當如何講解呢? 所以孔子在學而不厭兩句之後歸結一句 何有於我哉, 孔子無論自學或教人, 都把這個我自虛調,為其無我, 才能遵於從心所欲不如舉的智聲境界。 默而識之四句, 最須著眼的就是何有於我哉, 學到必須自無我恥, 如果不能無我, 是是有一個我的見解, 則悔人是我在悔, 學是我在學, 默是我在默, 識是我在識, 那就完全有我而無道了, 要求無我, 自然很難, 因此孔子教人在忠書而至上著力, 忠書是施諸己而不願意密施於人, 只要是正人君子都可以學, 學得一分忠書, 就減輕一分我的成見, 忠書愈爭, 而我愈減, 開始勉強實行, 後來漸漸習慣, 我的困擾就輕鬆多了, 所以忠容說, 忠書為道不願, 今逢甲子年紀念自聖先師誕神, 環顧世界, 人與人爭, 國與國爭, 分亂不矣, 急遂忠書來挽救, 但願國人仲是固有文化, 學習與宣揚忠說之道。